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极时间4月21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妄为独报》 我是Cherby 4月21日站在北京当局的视角看 有两件大事 一件事上海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论坛 习近平致信祝贺 中国式现代化似乎已然是一种模式 一种成就 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深化改革会议上高调表示 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 有分析指出 在习近平急着给自己披上 中国式现代化这件新意的同时 透露出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到了要抢救的地步 法广的评论指出 然而在上海召开的这个 不知道到底多大程度国际化 号称巴士国政府智库媒体代表参加的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上 中国式现代化似乎已然是一种模式 一种成就 但是在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深化改革会议上 却让人感觉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即便在掌握着它的版权的中共 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 因此 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显然还处在某种目索阶段 还面临着很大的难题 官媒央视发表评论称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推动强国建设 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创造了人类为名 新形态 到底怎么与世界分享这一机遇呢 央视还举例 今年两会后 习近平成功对俄罗斯进行国师访问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来华访问 连日来从消博会到广交会 从铁路到港口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但法广的评论指出 外界原本对北京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说服普京退兵 存着些许希望 但习近平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亲密互动 让西方的希望变成幻想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并非真正亲华 但欲凸显戴高乐主义立场不合时宜 强调欧洲战略自主的一番言论 也遭到欧洲盟友的批评 习近平争取欧洲的外交策略基本落空 也许中共真正能够分享的成果是全球南方 但是中国经济萎靡不振 从今以后已经失去了把全球南方国家 从债务陷阱中救出来的能力 世界日报评论认为 全球南方国家其实并没有真的选边 追随北京 他们都很精明 既乐意看到中共撼动美国 为自己创造更多空间 也希望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 能够与中共竞争 加强援助 如果北京真的觉得是万国来潮 恐怕只是陷入自己的幻想之中 法广的分析指出 如今经济上中共已陷入自顾不暇 中国是现代化从政治制度层面看 更难有多少吸引世界的魅力 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一个 专制的党国合一的旧时代的模式 从世界发展潮流看 愿意被一党统治 控制的国家和人民只会越来越少 同一天 习近平主持深化改革会议 大谈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 然而 这个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是 中国的民营经济真的到了要抢救的地步 问题就出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来 民营经济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在习近平统治下 民企受到严重创伤 有分析指出 近年来民营企业经历了罕见的打击 教育培训行业被一刀切 互联网巨头们约谈 退市 罚款 拆分 防地产企业们脚踩三道红线后 债务违约 并临破产 留下一地烂尾楼 不一而足 民企信心遭到严重破坏 然而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如今高喊 一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习近平 正如有网友写道 早知经济何必当初 可时知经济还会有谁上当受骗呢 美非正在进行两国军演史上最大的肩并肩联合演习 中共外长秦刚21日抵达马尼拉访问 预计22日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而小马克思将于5月1日访问美国 并与拜登举行峰会 有分析指出 在菲律宾重新投向美国怀抱之际 秦刚疾父 马尼拉试图修补双方关系 综合报道 都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时 虽与中共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有诸多局域 但采取忍让政策 而新总统小马克思去年6月当选以来 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 秦刚抵达马尼拉正指美国与菲律宾 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按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说法 秦刚此行为了强化互信 这句话透露了目前正是中非两国互信程度相当低 法新社报道 北京与菲律宾都在南中国海争夺主权 中共对国际法庭2016年有关北京的说法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裁决置之不理 秦刚前任王毅 曾与小马克思去年当选总统后与其会面 并称小马克思的当选使得中非关系 翻开新的一页 开创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 不过自那以后 小马克思越来越靠近美国 并即将访问白宫 与美国总统拜登 讨论强化传统的盟友关系 马尼拉与华盛顿近日宣布将共同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巡逻 今年2月 菲律宾宣布在美军已有5个驻非军事基地的基础上 同意美军再进驻4个新的菲律宾军事基地 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 从美国在菲律宾新增基地的位置看 其意图不言而喻 法新社分析指出 尽管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是亚洲最弱之一 但其临近台湾以及周边水域的战略价值 在与中共发生冲突时将成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去年当选的小马克思总统正在寻求改善被其前任 杜特尔特破坏的美非关系 这也是北京最不愿看到的 驻日美国陆军司令沃威尔20日表示 近200名美军教官正在台湾协训陆军 在台湾的合作形式与培训乌克兰的美军性质完全不同 驻台部分任务是培训台湾相关人员使用所购买的武器系统 此举完全依循相关政策和法律 据报道 沃威尔当天透过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媒体中心召开线上记者会 沃威尔开场强调第一岛链对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的重要性 而美国陆军在日本的驻扎正式作为自由民主国家 在危机时的反应选项 沃威尔直言点名区域中的三个专制国家 朝鲜、中共和俄罗斯 尤其是中共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地位产生长期的战略挑战 在随后的媒体提问环节 当被问及台湾已有超过200名美军协训 未来是否可能将台湾纳入联合行动和演习的问题时 沃威尔回答 美军在台湾部署运作存在是依循台湾关系法的要求 美国也据该法为台湾提供国防物资和能力 这是传统的对外军售计划 至于在台湾协训美军 沃威尔则解释 部分人员是培训台湾相关人员使用所购买武器系统 美军正在与多部门合作 以确保了解台湾防疫框架和所需 沃威尔同时补充 在台湾协训的美军和2015年进入乌克兰的美军性质完全不同 在台湾所做的完全符合政策和法律指引 关于驻台美军教官 美国在台协会之前表示 不评论具体部署或交流 但要强调的是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 有助于维护台海两岸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人们上了年纪或者压力与情绪低落 都可能出现白头发 杜甫有失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三 就是形容苦闷的心情 最近科学家终于找到了白发生理上的原因 也就有可能让白发逆转回春 据美日科学报道 毛发的生成有些复杂 首先它需要有毛能细胞 它会持续滋生成为毛发 但是这样生成的毛发是没有颜色的 还需要帮头发填充颜色的黑素细胞 黑素细胞会生成黑色素 渗住毛能细胞后 成长的毛发才会有颜色 另一方面 黑素细胞的前身是 黑素细胞干细胞 要是它失去在毛囊生长室之间移动的能力 就会来不及为头发染色 导致头发变白 因此 只要恢复黑素细胞干细胞的活力 或将它们移回毛囊生长室 就可能逆转过程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研究团队 以小鼠为实验 知晓了整个毛发生长的过程 并在4月1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具体而言 研究小组发现 黑素细胞干细胞必须在毛囊生长室不断游移 才能持续为头发染色 而头发本身是具有寿命的 会塌化脱落 然后反复重新长出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黑素细胞干细胞失去活力 卡在被称为毛囊隆起胃的干细胞趋势中 不会发誉成熟为黑素细胞 也不会返回它们的原始位置 因此就失去为头发染色的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 现在要寻找如何让黑素细胞干细胞 恢复运动活力的办法 或者帮它们移回到它们的培养室 在那里它们可以产生色素 或许有一天就能阻止头发持续变白 甚至逆转这一过程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